逻辑很简单 就是这个人 他的单位在哪里 那特别注意 这个是跨工作表 也就是说呢 他的单位必须扫描一下 这个人 他在哪里 在这里 找到之后呢 就把他的第一列 的同一栏的资料 帮我把这个区单位 帮我调到哪里呢 调到这个地方来 OK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大概的逻辑是这样 我想 第一个就是 我一定要怎么样 for I 就是把这所有的人先抓住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最下面一列到 到这么多 50 for I等于第二到50 做什么呢 先把这个人 先抓住 高明明 做什么呢 去跟这个单位的 这个范围里面比对一下 这个范围 也就是说 把这个范围 跟他讲说 你帮我把高明明这个人 从这边 A2一直帮我比 A2 B2 C2 一直到哪里 到G的G 当然有些空白 到G栏的第八个 OK 所以这个范围里面呢 如果有找到的话 有找到的话 告诉我 他的 这个同一栏 的第一列的资料 帮我带过来 所以他诚实怎么写 所以特别 这一题稍微 又比前面讲的 题目稍微复杂一些些 前面当然我们第一个 会先用函数 想说你有哪些函数可以用 不过理论上用Vero函数是不OK的 用Index配合Match 恐怕有很多问题 所以以这一题来看 用内建的函数应该是做不出来 如果可以你也可以试试看 我想了半天 即便可以也是非常复杂 所以干脆怎么样 直接写VBA吧 所以很多地方 特别最后很多工作上的问题 都是Excel函数没办法帮你的 怎么办 直接写VBA吧 所以情况要有个认知 为什么我们这门课 一来就知道VBA 很多人说 老师你就讲函数就好了 讲公事 对不对 问题是 很多事情做不到 那做不到怎么办 那就卡住了 就接不下去 所以怎么办 你一定要有认知 因为未来的工作 这个资料的复杂度会越来越高 所以跟各位讲 很多事情说真的 以前有内建的函数是办不到 所以请你把什么VBA学好吧 OK 说真的 我自己是会开这门课 是因为我是过来的 那很多东西我觉得 就卡住了 做不下去怎么办 自己变出来吧 所以这时候其实 第一个要想到用VBA 可是说VBA要怎么写 怎么样把函数再延伸到VBA 那这个问题其实也不容易 为什么 因为其实VBA又是另外一个范畴了 所以像我这门课的特色尽量的 我们有一个step 我不要一下就跳到VBA 或者一下跳VBA的话 很多人就举白起投降 或者说这城市实在太复杂 所以当然我们一个step 不过说真的 你要从函数再跳到VBA 真的是另外一个阶段的事情 所以请各位要有个认知 你是不一样的 因为之前用函数 你是应用人员 但是你现在 你用VBA的话 你是开发人员 OK 所以你的label是不同的 所以label不同的话 当然相对的 你的价值也不同 还有将来你的 可能如果你在职场上面 你的零的薪水 应该也会可以是不同的 因为有些学生 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能够得到一些心智上的调整 OK 还有自信心应该也不一样 我不知道 我觉得马上做出 感觉非常有成就感 OK 所以为什么要学VBA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 如何做 那只是说我尽量用什么 用比较可以理解的 而且前面讲过的东西 来去叙述 那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两个按钮 按下去 全部完成 一个按钮是清